这一讲,我将介绍网页中的表单。 现在,大多数网站都具备收集用户信息的功能, 如发表留言和输入账号等。 而通过使用表单,能够使用令浏览者和页面互动起来。 HTML5不但增加了一些功能性的表单,表单元素和表单特性, 还增加了自动验证表单的功能。 正如互联网所期待的那样,一切变得不可思议了。 本讲将介绍以下内容。 表单的工作原理。 通过表单展示不一样的页面。 HTML5表单的进化。 新增表单特性及元素。 一个实例。 表单构成的HTML页面。 新增表单特性及元素。 表单验证API。 同时还有两个实例。 第一个实例。 表单构成的HTML页面。 第二个实例。 表单构成的用户注册页面。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表单的工作原理。 表单的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在客户端接收用户的信息。 然后将数据递交给后台的程序来操控这些数据。 从技术上的概念上。 表单就是一个操作FORM对象的使用。 对象是一种基本的数据类型。 JavaScript程序的调用。 类似于CSS样式表。 可以像嵌入式样式表一样放入到HT的标签中。 也可以像外联式样式表一样通过链接来引用。 所以当放入到HT的标签中使用的时候,需要通过Script这个标记来标记命令行。 那么下面呢,我们还是首先来看一个实例。 通过这个实例呢,来介绍Script标记的使用方法。 首先呢,我们还是来看一看这个原代码。 在这段原代码中呢,调用了一个JavaScript程序。 这个程序呢,用来根据你输入的值计算这个矩形的面积。 和长方体的体积。 在这段代码的第八行至第24行,调用了一个JavaScript程序。 那么在第八行,通过Script标签来实现了这个程序的调用。 Script标签在浏览器中用于获得分析程序的信息,告诉浏览器呢,使用的是哪一种脚本。 在这里呢,实际上就是告诉浏览器,这是JavaScript的脚本。 那么如果引用外部的JavaScript程序呢,就像链接外联样式表来,来进行链接。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页面的效果。 在这个页面的三个文本框中输入数值。 单击这里的运行按钮。 我们就可以获得矩形的面积和长方体的体积。 创建一个表单,看上去就像创建表格。 表格的单元格,行,列都放在table标签中。 而创建表单的方式就像创建一个表格,使用form标签来创建。 其中放置表单的对象,如表单域,按钮和其他事物。 form标签中可扩展几个属性。 它们分别是Action, Method, InkType和Target的属性。 Action属性表示将数据传送到指定的URL地址。 Method属性的值告诉浏览器通过怎样的方式来提交数据。 还有InkType属性和Target的属性。 前者用来表示编码的方式。 后者用来表示目标的显示方式。 Action属性通过form标签定义的表单。 它里面必须有Action属性,才能将表单中的数据提交出去。 如屏幕中间显示的这段代码,它表明这是个表单。 其作用是用来提交SumPHP这个页面中的数据。 Method属性的作用是告诉浏览器以何种方式将数据提交出去。 Method属性下可以有两个选择。 Post或者是Get。 在默认的情况下,数据提交方式是Get。 表单域中输入的内容会添加到Action指定的URL中。 当表单提单之后,用户获得一个明确的URL。 由于这种方式下数据会添加到URL中, 所以可利用的一个好处是可以保存在收藏家中和他人共享。 直接访问主页的URL可以达到和填写注册后一样的效果。 如有些时候,用户将自己已经注册过的一些网站的主页加入到自己的收藏家。 再次从收藏家中打开的时候,会发现已经是处于登录状态了。 而Post的这种方式,数据将以HTTP头的形式发送。 表单数据不再是URL中的一个部分。 这两种方式的区别在于,GET在安全性上交叉, 所有的表单域它的值都是直接呈现的。 而Post除了只有可见的处理脚本程序以外, 别的东西都可以收藏。 所以在实际的运用时,通常都选择Post这种处理方式。 添加Name属性是为了令递交出去的表单数据, 能够被处理这些数据的程序所识别。 在大部分页面中,很可能放入表单中的不止一个, 那么就要通过不同的表单起不同的名字, 便于程序来进行识别。 如在这里呢,屏幕上我显示的第一句代码是将表单命名为LongDate, 而第二个代码呢,表示通过表单LongDate中获取输入的Lens项的数值。 如果代码中有很多不同的表单, 那么呢,通过这个Name就可以区分它们了。 InkType代表LGTML表单数据的编码方式。 它分别有多种编码方式。 一般来说呢,这种编码方式是三种。 目标的显示方式。 目标的显示方式呢,用于表示在何处打开目标的URL。 它可以设置为四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这里的Blank。 它表示在新的页面中打开链接。 Self表示在相同的窗口中打开链接。 Parent表示在复级窗口中打开页面。 Top表示将页面再入到包含该链接的窗口, 取代任何当前在窗口中的页面。 表单域是用户输入数据的地方。 说的形象一些呢,就相当于是用户给程序下命令, 或者是给指示的聊天窗口。 Text Area和Select当然创建的是一种控制类型。 最常见的是文本域和下拉列表等。 表单域可分为三个对象。 Input,Text Area和Select。 其中,大部分类型的表单形式都是通过Input的属性来实现的。 表单中包含各种不同样式、不同功能的提交数据的方式。 在许多页面中,浏览者不经意间已经在不断地使用表单的功能了。 如留言、设置自己的密码,或者是使用复选框、下拉列表等等。 不同功能实现呢,具有不同的作用。 下面呢,我将来介绍通过表单展示不一样的页面。 通常,在页面中见到的大部分表单的形式呢,都是通过输入标记Input来实现的。 一个简单的样式呢,可以像屏幕中间这样。 其中,Name表示输入数据的名字。 它的作用是为了让程序明白所提交的数据。 Type属性,表示所定义的是哪种类型的表单。 这个属性呢,有多个可选值。 每个类型呢,都有自己的功能。 Size,用来表示文本框字段的长度。 Max Length,表示可输入的最长的字符的数量。 Value呢,表示预先设置好的信息。 刚才,在介绍中,我已经提到了。 Type属性,表示所定义的是哪种类型的表单形式。 这个属性呢,有9个可选值。 这9个可选值呢,在这一个表中列出来了。 其中,Text表示单行的文本框。 Password,将文本呢,替换为带有新号的文本框。 也就是说,表示这里输入的是密码。 Checkbox,这是一种类型。 这一种复选框,它只能作为二选一,或者是是否选择。 Radio,这是单选按钮。 从多个选项中呢,确定一个的这种文本框。 Subbeat,用来确定命令文本框。 Hidden,设定不可被浏览用户修改的数据。 Image,用图片表示的确定的符号。 Fire,设置文件的上传。 Button,用来配合客户端的脚本。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Text文本框的样式表单。 Text的样式下的文本框是一个单行的文本框。 比较常用于登录这样的使用。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个实例。 这个实例呢,将展示Text的样式表单的应用方法。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段原代码。 在这段代码中,注意第17行和第18行。 其中,Size属性定义了文本框的长度。 而这里为两个不同的Text的样式数据, 最多只能输入的字符数。 如这里呢,20表示呢, 最多只能输入20个字符。 如果超过了这里设定的长度的话呢, 数据将不能够被输入。 那么, 这个是很关键的。 否则, 一旦需要被程序调用时呢, 数据将无法被辨认。 我们在这里呢, 使用的名字是Name和Adress。 此外, 我们在这个程序代码中还可以发现, 表单呢, 是通过CSS样式表单来进行控制的。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看页面的效果。 在这个页面中呢, 有两个文本框。 鼠标单击其中的一个文本框, 可以放置插入点光标。 这个时候呢, 输入用户名, 我们可以进行输入。 然后呢, 单击第二个文本框, 放置插入点光标之后, 就可以输入这个邮箱的地址了。 下面我来介绍password输入密码的样式表单。 这是一个可以将文本使用保密形式展示出来的一个功能。 最常见的呢, 莫过于使用在密码的设置上。 根据不同的浏览器呢, 会使用点状的形状, 或者是信号, 来表示你输入的文字。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实例。 首先呢, 我们还是来看一看原代码。 这个原代码呢, 与我们刚才介绍的那个实例的原代码相比呢, 只是增加了一个第19行。 这个19行呢, 就是创建了一个输入密码的这个文本框。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看, 添加了这一行代码之后, 这个页面的显示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页面中呢, 增加了一个输入密码文本框。 我们试一下输入效果。 将插入点光标呢, 放置到这个文本框中。 我们进行键盘的输入。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你输入的字符呢, 都以点显示出来。 字符呢, 无法被正常显示。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checkbox复选框的样式表单。 checkbox是一个复选框的创建方式, 类似于一个开关的on和off这两种选择。 浏览器呢, 会在选择栏前面提供一个方形的小框。 如果选择符合的意思, 小框中呢, 就会添加一个小勾符号, 来表示它被选中了。 下面呢, 我们还是来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展示checkbox这个样式表单的应用。 这里呢, 我们还是首先来看看原代码。 在这个原代码的第28行, 至35行, 创建了checkbox这个表单。 其中在表单中添加了checked等于checked这个语句, 其表示复选框默认的值被设置为checked, 也就是说呢, 该复选框被选择。 那么呢, 在默认的情况下呢, 复选框中将会出现一个小勾符号。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原代码, 在页面中显示的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 在页面中添加了这样的三个复选框。 默认的情况下呢, 这三个复选框都是处于勾选的状态。 单击某个复选框, 可以取消对其勾选, 再次单击, 这个复选框被选择。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Radio单选框样式表单。 Radio样式有点类似于选择题, 在一组选择中, 选出唯一的一项选择, 发送这列数据。 使用的方法上呢, 同一组选项定义为同一个名称, 但是呢, 通过value属性呢, 来辨识它们之间的不同。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个实例, 这个实例呢, 将展示Radio样式的表单的使用方法。 这里呢, 我们还是首先来看看原代码。 在这段代码的第三十行, 三十三行和三十五行, 分别创建了三个Radio样式表单。 这个Radio样式表单呢, 是一个多选一的表单功能。 同样的, 在这里呢, 也可以使用checked等于checked这个语句, 来确定预先选中的是哪一项。 当选择唯一的目标后呢, 这个选项将会以数据的形式被发送出具。 所以呢, 这里必须给这个input的对象设定value值, 而且呢, 不同对象的value值呢, 也不能够相同, 否则呢, 数据将无法辨认。 在这个表单中呢, value值, 依次被设置为1, 2, 3, 它们互不相同。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看, 原代码在页面中显示的效果。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页面中呢, 提交数据的三个, 这个radio, 这个submit的属性, 创建一个按钮, 其中呢, 第一个单击按钮的作用呢, 就是提交数据。 当然, 准确点说呢, 单击这三个单击按钮中间的, 另一个提交, 这样一个动作, 我们可以选择它, 当单击这个提交按钮的时候, 数据就会发送到表单指定的地方。 下面呢, 我将通过一个实例, 来介绍submit样式表单的使用方法。 然后, 我们还是首先看一看这个原代码。 在这段代码的第37行, 创建了一个submit表单。 在代码中呢, 通过这个submit的属性, 创建一个提交表单数据的按钮。 其中呢, 通过value属性, 设计者呢, 可以修改按钮上显示的内容。 这里呢, 我们将它显示的内容呢, 设置为确定这两个字。 实际上呢, 和submit属性呢, 相类似的, 还有一个reset属性。 这是一个复位按钮。 当它被单击的时候呢, 表单的内容呢, 就会重新设置, 回到页面的初始状态。 这个属性的用法呢, 和这里的submit属性的用法是完全一样的。 这里呢, 我就不再多重复了。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看页面的效果。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我们在上一讲中, 见到过的这些单选按钮之外, 在这个页面中呢,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确定按钮。 我们如果单击这个确定按钮呢, 那么数据将会被提交。 heathen属性可以创建一个隐藏域, 数据会被隐藏起来, 因此用户是无法被操作的。 这样说来, 似乎heathen没有什么作用。 事实上, 正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在多部操作数据的同时, 用heathen来记录页面的数据, 并将它隐藏起来。 这些数据呢, 通常是用户并不关心, 但是呢, 又必须被提交的数据。 比如, 它可能是用户操作时候的特殊数据, 用户并不在意, 但必须呢, 将它提交。 然后当页面跳软入下一个页面的同时, 页面呢, 已经继承了第一个页面的数据, 但是用户呢, 是看不到的。 最后, 将用户提交的所有的数据, 一并发送至服务器。 通常这种方式呢, 运用于动态的页面之作。 当填好第一张表单的时候, 处理表单的脚本程序, 可以动态的生成第二张表单。 同时呢, 其中包含第一张表单的数据。 比如说, 它们可以看起来像我屏幕上显示的这段代码这样。 那么在页面中呢, 当单击下一页这个按钮的时候, 就会跳转到第二个页面。 此时呢, 页面会记录第一个页面中的数据。 在这里要注意的是, 通过HTML页面圆码, 是可以查看该元素属性的值的。 所以呢, 不要使用这个HTML来传送敏感的信息, 比如说密码啦, 或者是手机号码呀, 这些信息。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一密集样式表单。 一密集样式的表单, 就像是在页面中呢, 放入图像, 或者又有些类似于图像, 替换文本的技术。 那不妨将其看作是图像替换按钮的技术。 当这个图像呢, 被点击时, 数据一并被提交给服务器。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段原代码。 这段原代码呢, 展示了一密集, 这个样式表单的应用。 下面呢, 我们还是首先来看一看这段代码。 在这一段代码中呢, 我们只是对前面介绍的 SuffMeet提交数据的 这个样式表单的这个原代码呢, 进行一下修改。 修改的地方呢, 就是在这个代码的第37行。 使用这一行语句呢, 在这个页面中添加了一个图片。 那么在这里呢, SRC属性, 指定了这张图像的存放路径。 L的属性呢, 用来为这个图像呢, 添加一个文本注释。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原程序。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页面的效果。 那么在这个页面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原来应该出现一个确定按钮的这个位置被这个图片所替代了。 当我们将这个鼠标呢, 放置到这个图片上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会得到一个文本注释。 那么单击这个按钮呢, 数据呢, 将被提交。 同时呢, 单击的这个图像的位置的坐标呢, 也会被发送出去。 FIRE 样式表单允许用户上传文件。 这在论坛社区类型的网站中呢, 经常遇到。 比如, 用户上传自己的图像到服务器, 用来改变用户在不同网站当中的形象。 下面呢, 通过一个实例来介绍FIRE 样式表单的应用。 这里我们还是来看一看这个原代码。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 当使用FIRE 样式表单时, 必须在FORM 标签中说明编码的方式。 如这里的这个语句。 这样的话, 服务器才能接收到正确的这个信息。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看页面的效果。 单击这里的浏览按钮。 我们将会打开这个选择要加载的文件, 这个对话框。 在对话框中选择需要加载的文件。 单击打开按钮。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文猫框中呢, 将输入文件的路径。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确定需要上传的文件了。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 Text Area对象表单。 Text Area对象, 就像是Input对象中的Text样式表单一样, 只不过是扩展过的Text样式表单。 它可以通过行, 也就是Rows这个属性, 和列, 也就是Comms这个属性, 来编辑文本域的大小。 其常用于留言板, 论坛中回帖式的文本框等。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个实例。 这个实例呢, 将展示Text Area对象表单的应用。 这里呢, 我们还是首先看一看这里的原代码。 从这段代码我们可以看到, Text Area属性标签必须是封闭的, 如这个代码的15,16这两行。 另外呢, 在Text Area标签中放入文本, 如这段代码的第15行中, 请文明用语这段文本。 那么在生成页面的时候呢, 会预先设置好文本, 它可以给用户呢, 带来亲切的感受。 但是同时呢, 用户不得不先删除预先的文本, 再编辑自己的内容。 所以呢, 如何取舍, 就要因地之谊了。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看具体的这个页面效果。 那么在这个页面中呢,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文本框。 这个文本框中呢, 出现了请文明用语, 这样的默认的语言。 那么在像这个文本框中输入文字的时候呢, 我们放置操入点框标, 然后删除这个预设的语言。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在文本框中进行输入了。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在文本框中输入的内容, 超出了预先设置的这个行数, 那么呢, 这个文本框会自动的在右侧呢, 出现滚动条。 如果没有出现这个文字超过范围的情况呢, 滚动条将成灰色状。 Select对象表单。 Select对象的表单, 将创建一个列表样式的表单, 显示为出现一个下拉框。 用户呢, 可以方便地选择其中的目录。 通常, 在一些要求户口填写地区、 生日等信息中, 设计者可以给使用者准备好选项。 为了令使用者填写信息是方便, 在代码的写法中, 这里需要使用Option标签 来定义可供选择的每一个选项。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 具体的该如何使用Select对象表单。 我们首先来看看原代码。 这里的原代码呢, 清晰地展示了, Select这个表单该如何使用。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使用Warp型指定了不同的选项。 那么在书写代码的时候呢, 实际上可以使用Value属性, 来为每一个Warp型指定不同的值。 Value设置的值呢, 将取代Warp型的文本的内容。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看页面效果。 在这个页面中呢, 出现了一个下拉列表框。 单击它,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列表。 在列表中, 我们可以选择相应的选项。 实际上, 如果下拉框中的选项太多, 那么呢, 我们可以使用Warp group这个标签, 配合Label属性, 来给选项呢, 进行分类。 这里呢, 通过Warp group标签, 将下拉框的项目呢, 分割成了两个部分。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页面中的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 选项被分成了两组。 在默认的情况下, 下拉列表框中将只显示一个项目。 如果设计者并不希望Select的对象, 以下拉列表框的形式展现出来, 那么可以有一种方式, 来为这个列表框呢, 添加滚动条, 使其以框体的样式来出现。 具体的方法呢, 是在Select标签中加入Size属性。 如这里, 我增加了语句Size等于3, 那么呢, 表示是一个能够容纳三行文字的文本框。 那么当目录的像素呢, 超过了这个行数的时候, 就会出现滚动条。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更改之后的这个页面的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列表框呢, 显示的是三行的选项。 在这个列表框的右侧呢, 出现了这个滚动条。 拖动这个滚动条呢, 我们可以显示那些还没有显示出来的这些选项。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表单域几何。 如果一个页面中表单的项目过于繁多, 设计者可以通过使用表单域将表单分组。 当然, 表单域未必是只有太长的表单的情况下才能使用。 事实上, 在很多时候呢, 设计者拿这样的方式来修饰表单。 表单域的代码呢, 是由FieldSet标签和Legion的这个标签所组合而成的。 在默认情况下呢, FieldSet标签勾画出表单域的框形, 而Legion的标签呢, 它就像标题一样出现在框形的左上角。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看具体的代码。 在这段代码中, 我们创建了表单域。 那么呢, 使用了FieldSet这个标签和Legion的这个标签。 Legion的标签里的对象, 就像标题一样, 会出现在我们设置的这个框形的左上角。 下面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HTML5表单的进化。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页面的效果。 为了适应互联网的变化, 以及互联网内容的丰富, HTML5提供了更加进化版的表单原生。 对照代码和页面效果。 下面呢, 可以看到FieldSet标签和HTML表单的进化, 以及最新的HTML5表单。 早在90年代的HTML4规范中, 表单功能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善。 HTML4表单很单纯, 支持最基本的数据输入。 所有的表单应用都可以使用。 时至今日, 我们仍然在使用它。 随着Web应用的发展, 表单功能太过简单, 在处理复杂业务的过程中, 显得能力有限, 而且还受到网络设备的限制。 基于这个原因, 出于以上的考虑, 出现了基于XML的XHTML规范。 同时呢, 也出现了XForm这个表单。 基于HTML4的表单呢, 也停止了发展。 XForms试图突破 当前HTMLForms模型的一些限制。 而且呢, XForms的最大的特点, 是包含了客户端验证的功能, 避免使用大量的JavaScript的脚本验证。 这在当时, XForms被称为是下一代的Web表单。 由于XForms是基于XML的, 在一定程度上, 弱化了标签本身的功能。 由于其比较灵活, 表单也跟着复杂了。 这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呢, 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发展。 在实际的表单应用中, 一些特殊的数据输入, 是需要一个独立的规则的, 如邮件和网址等, 我们都会提供一个特定的格式限定和验证。 由于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在面向移动设备的时候呢, 通过识别表单类型, 可以提供更友好的用户体验。 HTML5的表单, 在原来的表单的基础上, 参照了XForm的一些验证功能。 在结合实际发展的需要呢, 制定了新型的功能性表单, 并且呢, 支持表单的验证。 在表单处理的时候, 最常用的就是表单验证了。 一般的验证呢, 会写很多荣藏的JavaScript代码, 或者借助一些基于JavaScript的验证框架, HTML5发展的这些表单, 把具有特定规则意义的表单, 扩展一些特有的特性, 作为表单的原始功能。 验证表单的功能, 也作为表单本身具备的功能, 原生的被支持了。 HTML5表单, 无论是从表现方式, 还是从功能方面, 都是非常优越的。 开发起来呢, 可以不用那么复杂。 HTML5表单的目的, 就是让一切友好的应用变得简单。 由于HTML5规范, 还在渐进发展中, 各个浏览器的支持程度也不一样。 所以, 在使用HTML5表单功能的时候, 应该尽量的避免滥用, 最好再提供替代的解决方案。 根据HTML5的设计原则, 在旧的浏览器中, 新的表单空间会平滑的降级, 不需要执行一些判断浏览器的支持情况。 虽然HTML5表单的一些规范, 还没有获得浏览器的支持, 我们仍然可以借鉴表单规范的设计思想为我们所用。 如果浏览器不支持呢, 我们就通过其他的方式帮助实现。 通常, 重属于表单的元素, 必须放在表单的内部。 但是在HTML5中, 可以把属于表单的元素放在任何的位置, 然后指定元素的form特性值为表单的ID, 这样该元素就重属于表单了。 form特性的使用方法呢, 我将通过下面一个实例来展示。 首先,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原代码。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看原代码。 在页面中的效果。 在这个页面中呢, 我们在这个文本框中输入文字, 然后呢, 单击这个提交按钮, 就可以提交你所输入的文字。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这段代码。 在代码中我们可以看到, 可输入的input元素在表单的form之外。 由于input元素的form特性值指定了表单的ID, 说明该元素重属于表单。 那么呢, 那么就可以实现我们刚才提到的功能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form action特性。 每个表单都会通过action特性, 把表单内容提交到另一个页面。 在html5中, 为了不同的提交按钮, 分别添加form action特性。 该特性呢, 会覆盖表单的action特性, 将表单提交至不同的页面。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实例, 来展示form action特性的使用方法。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页面中添加了四个提交按钮。 其中前三个提交按钮呢, 我们在代码中设置了form action特性。 那么在提交表单的时候呢, 会优先使用form action特性值作为表单提交的目标页面。 目前form action特性已经获得了多个主流浏览器的支持。 form method 这四个特性的使用方法与form action的特性一致, 设置在提交按钮上, 可以覆盖表单的相关特性。 form method这个特性可覆盖表单的method特性。 forminctypt这个特性可覆盖表单的inctypt特性。 formnovalidata这个特性可以覆盖表单的novalidata这个特性。 formtarget特性可以覆盖表单的target特性。 当用户还没有把焦点定位到输入文猫框的时候, 可以使用placeholder这个特性向用户提示描述性的信息。 当该输入文猫框获得焦点的时候呢, 这个提示性的信息就会消失。 这个特性的使用方法如屏幕上的这个语句。 placeholder特性还可用于其他输入类型的input元素, 如url,email,number,search,tile和password等。 使用autofocus特性, 可以在页面加载的时候呢, 自动获得焦点。 每个页面只允许出现一个有autofocus特性的input元素。 如果出现了多个input元素, 这些元素都被设置了autofocus特性, 那么就相当于未指定该行为。 该特性的使用方法呢, 如屏幕中间的语句。 关于自动获取焦点的功能, 也要防止滥用。 如果页面加载缓慢, 用户有做了一部分操作, 这时如果焦点发生莫名其妙的转移, 用户体验是极不友好的。 实际上, 在IE的早期版本中, 就已经支持了autofocus特性的特性。 autofocus特性的特性可以应用于form元素和输入型的input元素, 用于表单的自动生成。 autofocus特性会把输入的历史记录记录下来, 当再次输入的时候呢, 会把输入的历史记录显示在一个下拉列表中, 以实现自动完成输入。 该特性的使用方法呢, 如屏幕中间的语句。 autocomplete特性呢, 有三个值, 可以以指定为autof和空, 也就是不指定。 在不指定值的时候呢, 使用浏览器的默认设置。 由于不同浏览器的默认设置值不同, 当需要使用自动完成的功能的时候, 最好显示的指定该特性。 通过组合使用历史的特性和datalist的元素, 可以为某个可输入的input的元素呢, 定义一个选择列表。 使用datalist的元素, 构造选择列表。 设置input元素的list特性值为datalist元素的id值, 可实现两者的绑定。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个实例。 这个实例呢, 将展示list特性和datalist元素的使用方法。 在这里呢, 我们还是首先来看一看原代码。 在这段原代码中, 使用datalist元素, 构造了一个选择列表。 id呢, 为email list。 input元素, 通过把list的特性值设置为email list, 绑定了该选择列表。 Kijing元素, 提供了一种安全的方式来验证用户。 该元素有密钥生成的功能。 当提交表单时, 会分别生成一个私人密钥和一个公共密钥。 其中私人密钥保存在客户端, 公共密钥呢, 则通过网络传输至服务器。 这种非对称的加密方式, 为网页的数据安全提供了更大的保障。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个实例。 这个实例将展示Kijing这个元素的使用方法。 这里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元代码。 Kijing元素提供了中级和高级的加密算法, 显示的是一个类似于select元素的下纳框, 可用于选择加密的等级。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output元素。 output元素用于不同类型的输出, 如用于计算结果或者是脚本的输出。 output元素必须从属于某个表单, 也就是必须写在表单的内部。 下面呢, 我们通过一个小小的实例来看一看该元素的使用方法。 在这里呢, 由于range类型的input元素, 表现为一个滑块, 不显示数值。 这时呢, 我们使用output元素来协助显示某个值。 我们来看看页面的效果。 在这个地方, 这里呢, 显示出了这个value值50。 通过我前面的讲解, 读者应该能够感受得到, 表单也是可以通过CSS样式表来修饰的。 设计者可以通过样式表来修改表单中文本的样式, 像框模型那样修饰表单的布局。 在这个例子中呢, 将使用更多的样式表来表现一个综合的页面, 来配合页面中的表单。 这里呢, 我还是简单的对原代码呢, 进行一下介绍。 这个原代码呢, 实际上实现了两部分的功能。 从第九行到第49行。 描述了如何定义表单预计合的样式, 以及呢, 在这个表单预页面中定义整个页面的布局。 在这里呢, 使用了LeftSide来命名表单的样式表。 是为了说明, 如果设计者希望在表单的右侧呢, 放入其他内容, 那么就可以通过定义一个RightSide层来放置其他内容。 从66行到104行。 这里的代码呢, 它的样式表定义了表单预是如何通过样式表来改变它的外表的, 以及当鼠标画过表单预的时候呢, 将会显示出怎样的效果。 在这里的第105行到第128行这一段代码中, 代码定义了样式表中按钮的样式。 那么从这个129行开始呢, 这些代码就是页面的结构标签了。 在这个页面中呢, 实际上使用了20个样式表。 如果一步一步的去分析, 它实际上也没有看上去那么可怕。 Body, FieldSite, Egent, HE和Label样式表, 是基于框模型的结构, 定义了各自对象的字体样式。 Form, 锦号Container, 锦号Top和锦号LeftSide这四个样式表, 规划了页面的整体布局。 锦号Container样式表呢, 定位了整个页面的大小。 而锦号Top呢, 针对于页面的标题部分, 锦号LeftSide样式表呢, 则定义了表单部分的位置。 DivTextBox, 定义了表单中文本域的样式。 在这个例子中呢, 可以视为表单填写文本部分的外框。 而TextBox, 样式表呢, 定义了这个对象的内框。 由于对Padding属性设置了不同的值, 从而制作出了内嵌的阴影效果。 类似的作用还有Button-Divine和Buttons的配合使用。 它们的配合作用呢, 也是制作出按钮的内外边框的样式, 来制造出按钮的立体效果。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页面。 这就是代码最终生成的页面效果。 本讲到此结束, 我们下一讲再见。 。